在韩国一直被跟踪狂跟踪 因为一个IG天文被黑粉们算 应该都受到很大的压力了 在台湾这么受到关爱幸福的活动 身为粉丝真的感到很高兴 也很谢谢欢迎他的台湾粉丝们 姐姐要一直走花路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媒体们报道的 韩国著名啦啦队员伊达耶 首次与台湾棒球队签约 并参加台湾综艺的消息 以及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4月14号 在台湾职业棒球赛场上 选手们正在进行着比赛 这时突然出现的一位啦啦队队员 引起了球迷们的关注 他就是来自韩国的伊达耶 伊达耶是韩国史上第一位 走出国门来到海外 进行姻缘的啦啦队员 在今年3月份 他与台湾最热门的球队 乐天桃园队正式签约 以啦啦队Lakoten Girls进行活动 并于4月14号 在主场首次亮相 在比赛前的加油站中 伊达耶不仅率先进入场内 在啦啦队表演跳舞时 也担任C位表现得非常出色 因为伊达耶的人气爆棚 球队的伊达耶周边也卖得非常火爆 然后在5月3号 伊达耶在自己的IG线东上 发布了很多照片跟影片 并留言 首次出席了综艺节目 大家辛苦了 请多多期待节目的播出 不久后重新回到台湾的伊达耶 马上与同事Lakoten Girls的啦啦队队员 一起出演了节目 娱乐百分百的录制 这是他第一次在台湾出演综艺节目 所以令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而伊达耶在台湾的人气 也在他的个人YouTube频道就能看得出来 4月30号 他上传在台湾的Vlog后 下面的热评几乎全是中文 甚至最近也拍摄了台湾饮料的广告 哦 台湾的棒球音员 跟我们国家是差不多的感觉啊 伊达耶本来在韩国也是以舞蹈非常出名 他真的是很用心地跳 台湾的啦啦队比韩国要跳更可爱的舞蹈 但是因为种类比韩国多很多 所以练起来很困难 听说乐天啦啦队直接就称为是Lakoten Girls 有着Ido机的人气 在音员舞台前面也有很多大型摄影机 在韩国一直被跟踪狂跟踪 因为一个IG天文被黑粉们算 应该都受到很大的压力了 在台湾这么受到关爱幸福的活动 身为粉丝真的感到很高兴 也很谢谢欢迎他的台湾粉丝们 姐姐要一直走花路 所以对于来自韩国的啦啦队队队 啦啦队队员 啦啦啦队队队员 啦啦队队队员 啦啦队队员 所以对于来自韩国的啦啦队队员 伊达耶 在台湾人气火爆的理由 大家觉得是什么呢 arrival arrival 到roads 祁singing 祁gram 祁诺 祁